大家好,这里是土坡手炸机 在我做前面的节目,要达到三体舰队的1%光速有多难的时候 我还只是下载了奈飞的电视剧《Swee Ball Day Program》 那时候还没有时间看,过了两天,我终于有了点时间,于是就去看了看 当我看到电视里,陈锦提出采用在飞船经过的时候 引爆预先布置在航线上核弹的方式来加速飞船 使地球方面能利用现有技术将飞船的速度加速到光速的1%的时候 就立刻回想起我当时看三体小说中有关这段的描写 说实话,这一段内容,电视剧基本上是忠实于援助的 虽然刘慈欣在小说里并没有提及这种推进方式设想的出处 但在电视剧里,陈锦却对这一设想的来源做了简单的说明 这个设想其实源自于美国1957年到1961年的猎户座计划 猎户座计划是一项指在以直接在航天器后方 一连串的爆炸原子弹的方式来驱动航天器的研究计划 领导这一计划的是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就是那个提出戴森球假说的戴森 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研制一种飞船,在飞船尾部设置一个厚重的圆形金属推进板 并在推进板的中央设置用于投放核弹的圆孔 推进板与飞船之间通过缓冲装置进行连接 在飞船的飞行过程中 不断地通过推进板上的圆孔向后方投放含有金属推进器的核弹 这些被投放的核弹在运动到推进板后方的预定位置就会被引爆 爆炸中金属推进器就会被气化,从而推进飞船前进 这种推进方式也被称为核脉冲推进 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核脉冲推进的示意视频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有核弹被从飞船底部的圆孔中抛出并发生爆炸 飞船就是这样被推进的 大刘只是把这一计划中让飞船自己携带核弹 变成了将核弹预先布置在飞船的航道上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飞船的自重 否则就没法解释后面为什么只能把大脑送上去了 只不过这样做会对飞船的各种飞行参数提出更高的要求 想实现就更不容易了 果然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 其实在恒星级飞船的推进方式上 除了我此前节目里提到的核电推进和刚刚讲的核脉冲推进以外 人们还提出了很多脑洞大开的推进方式设想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彭星飞船推进方式设想 说不定我的观众在听了之后也能激发起灵感 创作出像三体那样精彩的作品 除了核电推进和核脉冲推进 那些一直梦想着能早日做彭星级旅行的人们 还提出了许多更加意想天开的推进方式设想 它们中主要就包括脉冲激光推进 星级物质冲压推进和辐射推进 下面就让我来把这几种推进方式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来看看哪一种推进方式更加靠谱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脉冲激光推进 脉冲激光推进就是采用快速重复的高农脉冲激光束来加热推进器 从而推进飞船 如果您看过我做的聊聊核动力航天器那期节目 就一定知道核热推进 其实脉冲激光推进本质上也是一种核热推进 只不过它将加热公制的方式由反应堆变成了脉冲激光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那期节目 那就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 这对于您理解脉冲激光推进是有帮助的 不过脉冲激光推进与普通核热推进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 脉冲激光推进的工制不是被稳定持续的加热 这是因为脉冲激光是间歇性的 工制也是被间歇性的加热的 这就会产生一系列巨大的脉冲爆炸波 从这点上看 这倒有点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核脉冲推进 据说脉冲激光推进技术一旦成熟 它的理论最大速度能达到光速的1% 也就是每秒3000公里 用这个速度去离我们4.24光年的比零星 从旅行的耗时上看还是可以被接受 早在20世纪70年代 美苏就开始了脉冲激光推进技术的研究 1997年美国空军实验室和NASA 就用10千瓦的二氧化碳激光器 把直径15.3厘米 质量大约是42克的铝制模型 在3秒钟之内推升到了22米的高度 2000年美国的光船技术公司 把直径12.2厘米 质量大约是50克的模型飞船 推升到了71米的高度 这次实验的飞行时间也达到了12.7秒 这是迄今为止 飞行时间最长 飞行高度最高 飞船质量最大的脉冲激光推进飞行记录 有些人认为 它的意义相当于当年莱特兄弟第一次驾驶飞机飞上蓝天 另外 在脉冲激光推进的基础上 人们又进一步提出了脉冲激光烧石推进的设想 在这个设想里 推进工制变成了固体戒指棒 固体戒指棒被脉冲激光加热后 同样会释放出等粒子体 然后从尖做激光反射面的喷管里喷出 从而推进飞船 对于脉冲激光烧石推进 我一直比较担心这种推进方式的排气速度 一般来讲 固体推进器的分子量比较大 排气速度也就难以做得很高 这就会降低飞船发动机的比冲 而比较低的比冲 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推进器 从而增加飞船的初始质量 不知道提出这种设想的人 对此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谈完了脉冲激光推进 那接下来就让咱们看看星际物质冲压推进 要解释星际物质冲压推进 首先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冲压推进 冲压推进其实是一种使用冲压发动机的推进方式 冲压发动机其实也是一种喷气发动机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冲压发动机的示意图 和普通的喷气发动机不同 它没有复杂的压气机 它的压气过程是让飞行器先达到一定的飞行速度 这样具有一定出速的气体 经过发动机的吸气口就会被压缩 也就完成了压气过程 完成压气的气体进入发动机的燃烧室之后 就与燃料混合并被点燃 形成燃气再从喷管向后喷出 从而推动飞行器以更高的速度进行飞行 由于省去了压气机等复杂的结构 冲压发动机的结构十分简单 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压气机 冲压发动机无法在静止 或者低速的情况下启动和工作 因而在一般情况下 冲压发动机被用于高速导弹的二级 需要经过一级的加速 然后才能启动 现在咱们回到刚才提到的 星际物质冲压推进这个话题 星际物质冲压推进所使用的发动机 一般是巴萨德冲压发动机 这是一种核聚变发动机 不同于普通的冲压发动机工作于大气层内 巴萨德冲压发动机工作在外态 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巴萨德冲压发动机的摄像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片左侧 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射电望远镜天线式的物体 这个物体也可以算是一种天线 它能够形成直径从数公里到数千公里不等的电磁场 而这个电磁场将从宇宙空间搜集并捕获氢原子 并且把这些搜集到的氢原子作为推进工制 推动飞船前进 我们知道在地表的大气中 每立方米空间大概有1.7乘10到25四方个微观粒子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而在太空 每立方米空间大约只有6个氢原子 这就是为什么巴萨德冲压发动机需要这么大的空间物质搜集天线的原因 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搜集空间中的氢原子 从而使所收集到的氢原子的数量满足要求 这种推进方式的好处是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可以持续地得到推进工制 因而飞船可以在发射的时候携带较少的推进机 从而减轻飞船的出使质量 但在我看来 每立方米6个氢原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真的想用巴萨德冲压发动机来做恒星际旅行 前面的空间物质搜集天线就要足够强足够大 搜集范围也需要足够广才行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看看辐射推进的 大家还记得小说三体里 张北海为了使航天器的推进方式的研究方向 由工制推进转向辐射推进 不惜暗杀那些支持工制推进的科学家的那段桥段吗 看过这段情节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辐射推进真的有那么大的优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 辐射推进是通过在飞船上安装的大型抛物面反射镜 把电磁波反射到特定的方向 利用电磁波反射产生的压力 推动飞船前进的一种推动方式 那么反射电磁波也能产生压力吗 答案同样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光照到物体上以后 就会对这个物体产生一个光压 麦克斯韦最早根据电磁理论解释了光压现象 他甚至估算了光压的值 二十世纪当光磁概念被提出之后 我们也可以用光的粒子性来解释光压现象 要知道光磁具有动能 当光磁入射到物体表面被吸收或者被反射之后 光磁的动量就发生了变化 入射前光磁的总动量 与入射后光磁的总动量之差 就是物体表面所受的冲量 这个冲量就形成了光压 大家知道彗星的彗尾 为什么总是背向着太阳了 其实彗尾并不是一直存在的 彗尾只有在彗星接近太阳的时候才会存在 当彗星接近太阳的时候 彗星上的尘埃和气体分子 会受到太阳辐射的光压作用 就产生了彗尾 因而彗尾永远指向太阳的相反方向 而光其实就是一种电磁波 因此和光一样 吸收和改变电磁波的方向 同样会产生光压 这就是辐射推进理论的基础 由于电磁波几乎没有质量 辐射推进飞船 只需要携带很少的推进剂 用于自身姿态的调整 这就大大的减小了飞船的初始质量 也使飞船的加速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如果技术条件允许 辐射推进是非常适合用来进行 恒星纪律型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真正将辐射推进 应用到实际中的只有太阳帆 太阳帆这个概念 最早是由德国的天文学家 凯普勒在17世纪提出来的 他的设计思路 就是在航天器上安装巨大的太阳帆 由太阳帆反射太阳发出的 包括可见光在内的电磁辐射 从而推动飞船 尽管这个概念提出的很早 但实施却很晚 人们第一次太阳帆实验 已经是本世纪的事了 第一个以太阳帆为动力的探测器 是日本Jaxia的ECROS 这个探测器上 搭载有一面大面积的薄膜式太阳帆 这面太阳帆就是探测器的全部动力来源 不要小看这个太阳帆 在这面太阳帆上 满满都是科技一横活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ECROS的太阳帆 这面太阳帆呈正方形 对角线长20米 翻面材料是厚度仅为7.5微米的巨仙亚氨薄膜 在翻面的四个角 还分别安装了0.5公斤的配重 除此以外 技术人员还在翻面上 安装了液晶装置和太阳能电池板 大家看到画面中 橘色的长方形 就是80片LCD液晶板 而黑色的长方形 就是64片 厚度为25微米的太阳能电池板 如果不算2公斤的配重 这面太阳帆的质量只有0.3公斤 2010年5月21号 ECROS随同破小号金星探测器 以及其他四颗小型卫星 在总指导宇航中心 用HRA火箭发射上空 同年12月8号 ECROS从8万公里的距离上飞略进行 时至今日 ECROS仍然处于工作状态 继ECROS之后 2015年和2019年 人们又发射了太阳帆1号和太阳帆2号 2019年7月31号 太阳帆2号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 紧利用太阳辐射的推动 实现机动变轨的实验 尽管太阳帆的实验取得了进展 但由于使用太阳帆的航天器的动力来源 其实就是太阳辐射 而太阳辐射的强度 随与太阳的距离的增加 而快速的减作 因此在远离太阳的太空 太阳帆并不适用 这时航天器就需要自己携带辐射发射源了 然而辐射推进也有致命的缺点 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 在辐射推进中 每千瓦能量仅能产生6.62微牛的推力 如果我们想把一艘100吨的飞船 用50年的时间加速到光速的1% 就需要大约3000万千瓦的持续供电 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半三峡工程的装集容量 因此想推动巨大的恒星飞船 消耗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能量来源的问题呢 按照目前的技术来看 最有可能在近期实现的就是可控核聚变了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小说三体中 大流将人类舰队设定为核聚变辐射推荐了 但可控核聚变并不是能量转化效率最高的方式 人们现在意识到的能量转化效率最高的方式 是正反物质相遇时的湮面所释放的能量 正反物质湮面所释放的能量 是同质量的氦三核聚变所释放能量的大约1100倍 因此真正最适合恒星际旅行飞船的能量来源 应该是反物质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不少人提出反物质推荐的设想 说了这么多 其实有关恒星飞船推荐方式的设想还有很多 我这里向大家所介绍的 还只是我觉得有点靠谱的 至于那些更加异想天开的设想 就等着科学再进一步的时候 再向大家介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不要您看了我这期节目之后 对这些推荐方式有什么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说出您的想法 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